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人体各大器官都会有自己的使命 从而维护肌体正常的运转 其中肾脏也有自己的使命 肾的三大功能 一,生成尿液,维持水的平衡 二,排除人体代谢有毒的物质 三,分泌重要的身体激素 就是因为它有着三大功能 所以一旦出现了问题 身体其他部位也会出现问题 中医有种说法,想长寿,护好肾 由此可见,肾脏对人体意义十分重要 现在由于人们的饮食和周期的不规律 导致很多人的肾脏开始出现了问题 因此,养生中也把肾脏作为重点的保护对象 肾脏出现问题,表现症状为 肾脏管理体内的液体运行 肾脏堆积毒素后,排出多余液体的能力就会降低 这样会出现水肿 第二,面部会长痘 肾脏的排毒功能不足 导致体内的毒素长期的堆积过多 对于体内的器官功能有损 以及内分泌失调等各种症状 进而引发到体表产生皮肤上的问题 三,月经量减少或者是经期短,颜色暗 月经的产生和消失都是肾功能是否旺盛的表现 由于肾脏中有很多的毒素 精血就会减少 四,容易疲倦 身体内的毒素消耗了肾的能量 肾脏提供的能量减少 就会出现疲倦,神皮,出现以上的症状 那就说明你肾脏的毒素已经严重超标了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排除肾脏的毒素 保护肾脏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食疗番 效果非常好 只要坚持喝上两三次 就可以排出多年的毒素 而且还能够起到护肾,强肾的功效 首先我们来准备时刻的橙皮 橙皮这个东西相信很多人都对它很熟悉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它是很常见的一种食材 橙皮有很好的促进消化的功效 橙皮中所含的挥发油 对胃肠道温和的刺激作用 可以促使消化液的分泌 排出肠道类的机制 具有芳香、健胃和去风下气的效果 另外橙皮中的维生素C、维生素K 能够增强消化的作用 橙皮泡水喝 能够去除体内的湿气和浊气 有很好的去湿保健的效果 由于慢性肾病 患者都存在肾病的问题 更改肾病患者的刺激症状与生活 这样具有显著的疗效 橙皮肺移植肾虚 保护肾功能 以及防止出现肾结石 橙皮对肾脏的保护 有着非常好的作用 可以让你远离肾脏疾病 体内一旦出现了结石 每次发病的时候 疼痛让人难以忍受 为了缓解这种疼痛 朋友们不妨可以多喝一些橙皮水 可以帮助我们增加新陈代谢 将一些较小的石头 给它排出体外 可以预防出现肾结石 橙皮清洗干净 先放一盘备用 接着再准备8克的黄旗 黄旗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 这些营养物质 是我们氧气不足所致的水种 能够减少料蛋白 以及肾炎的症状 可以起到滋补肝肾的作用 另外黄旗还具有补气 养血 调节血压 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黄旗可以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 让细胞的生理代谢能力更强 而且还可以促进体内的蛋白质更新 黄旗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名贵的补气药 我国传统的医学认为 黄旗具有补气固表的作用 向来在民间也流传着 常喝黄旗汤 防病 保健康的说法 不少人在生活中也经常会感冒 其实就是气血不足 这个时候就可以泡上一些黄旗水来喝 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小段的三药 三药有促进消化吸收 因为它含有淀粉酶 多酚氧化酶等物质 性质比较平和 属于药食两用的食材 无论是皮阳虚还是肾阴虚 都可以使用三药 三药含有多种的营养物质 有强健肾经的作用 但凡肾亏以及妇女白带增多的症状 都可以使用三药来滋补 三药还可以润肺 止咳 三药中含有皂肝连液 具有润滑滋润的作用 三药里面含有的连液蛋白 这种成分能够有效的降低血糖 所以三药也是可以用来治疗糖尿病的 是糖尿病人群的食疗佳品 三药作用这么多 但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补肾 三药还可以帮助肾脏排出多年的毒素 提高肾脏的代谢能力 恢复肾脏健康 如果是肾虚或者是肾脏毒素超标的朋友 平时可以多吃一些山药 对肾脏有非常好的保养作用 去皮后的山药把它切成薄片 接着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中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先开大火煮开 再转小火煮上30分钟左右 趁着这个时间我们来准备5克的枸杞 中医认为枸杞归干肾精 主要的功效就是滋补肝肾脏 能够有效的帮助肾脏和肝脏排出毒素 枸杞一次的量不要过多 5到10克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清洗干净 控水捞出 先放一盘备用 30分钟之后 把盖子打开 再把枸杞倒进来 继续煮上5分钟左右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时候 在下方给我点个赞或评论 您的支持与鼓励 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煮好的山药橙皮汤 我们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给它简单的调一下味 搅拌均匀 就可以装网开吃啦 我们的环麒 橙皮 山药 枸杞汤就煮好了 环麒 枸杞都对我们的肾脏 有非常好的保养作用 山药能够健脾 益肾 橙皮 能够里气 健脾 去湿 化痰 让气血顺畅 把这几种食材 组合在一起 煮汤喝 对我们整个身体 都有非常好的滋养 和保健作用 如果您也出现了肾不好 肾虚 水肿 慢性肾炎 或者是肾毒素 超标的表现 那么就可以多煮 这道汤来喝 好啦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